你敢信 孙小空竟然准备要给唐僧为母猪野疯狂 在车吃国降服三腰以后 一行人终于来到通天河 谁呀 阿弥陀佛 我们是去西天溜达的河上 想结束一宿 妖 妖怪 施主莫怕 几位乃是贫僧的徒弟 虽然相貌丑陋 但都是好人 几位长老请进吧 阿弥陀佛 贫僧与几位徒弟 从东土大堂而来 却往西天溜达 一路降妖除魔 几位长老是抓妖的法师 你可以理解为我们是法师 对了我们斩妖除魔从来不要钱 我们从来就没有碰过钱 我们对钱没有兴趣 求求几位长老就救我儿子吧 只要几位长老能救我儿 我愿意奉上千两银子 供几位长老心心 施主不必如此 我们喝你这一顿茶 祝你这一宿 必然帮你解决麻烦 接着陈老汉就开始讲起原住的故事 灵感大王要吃同男同女 这个好办 我来代替你儿子 谁敢吃我 我拿火烧他屁吧 我怎么能让你来遭这罪 谁家孩子滴娘不疼呢 这事你就不用操心了 妖怪不除 我们就一直住在这里保护你们 直到干掉这个妖怪后再离开 谢谢长老 谢谢长老 你先起来吧 降妖除魔乃是我被正义知识应该做的 灵消宝店里 玉地脸上有几分担忧 观音突破准胜的事 最近只有文书三人跟着 为何不见观音呢 老君 你说这观音最近干嘛去了 应该是回南海突破修围去了 不久前我发现三界多了一个准胜 不出意外的话 应该就是观音突破了 最近的人是不是疯了 先是出现孙小空这么个变态 一路飞到大陆金心 而后又出现唐三藏这么个怪态 短短两年多 肉身修炼到了太乙金线 观音突破了准胜 那孙小空这次要完了 陛下这话怎么说 你看这通天河里的金鱼怪 是不是很眼熟 这不就是观音莲花池里的那个金鱼吗 眼下这金鱼怪跑到了通天河作祟 孙小空几人定然不会放过它 而孙小空几人不知道观音已经突破 所以不一定会怕观音 到时候肯定会因为金鱼怪起冲突 在这个情况下 孙小空几人完了 自己现在是不是应该去给孙小空报信啊 这孙小空与观音可是不对付啊 谁说不是呢 俩人之前也打了几场 那时候在同一境界孙小空还能稳个平手 现在观音是准声 孙小空万般不是他对手了 你们几个去通天河把妖怪打服 然后把地盘给我抢了 哎对了 发现你啥时候突破 其实我已经可以突破了 但是这鸡田都在甘露就 行了给你一个晚上 明天一早 我若是看到你没有突破 我就让小黑和小黄蛋你小鸡鸡一万次 空空 你看韦诗还有出手的机会吗 放心 绝对哟